弟兄有没有平安 我信主服侍很多年 常常听到 基督徒有这样的抱怨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 为什么耶稣都不听我祷告 我们公司的部门有人升官 竟然不是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恳切的迫切的 祈求圣灵 可是都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怎么老是生病 上帝到底爱不爱我 或者有人会说 我是神的儿女耶 上帝不应该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吗 为什么我的儿女都不听话 我不认为讲这样话的人有问题 我不认为每一个讲这样的话的人 有问题 但是我只是常常在想 因为碰过很多人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们把这些抱怨的对象 就是抱怨的对象 换成另外一个神旗 是不是听起来我们也很熟悉 比如说 为什么菩萨都不听我祈求呢 公司的部门有人升官 竟然不是我 或者我们到庙里面去烧香 我不知道你去那边的时候 会不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 我常常来这个庙烧香 可是都没有赚到更多的钱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听到你的朋友也这样说 说我怎么老是生病 到底药师佛灵不灵 我拜很久了 或者有没有人这样讲 说我是拜拜的 神明像我这样拜拜的人不多 哇 我的神应该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吧 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听话 其实刚才那两个四句四句是完全一样的 我只是把里面的对象换掉了 到底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好在我们教会听讲到我们比较特别 因为我早就告诉你们 我不会给简单的答案 我这么多年在服侍主 我发觉简单的答案都能够挡一个礼拜 却不能累积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 你怎么办 你不能老靠我 对吗 所以我都是讲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 其实复杂的东西最简单 复杂的东西最简单 就是你没弄懂 你一弄懂就很简单了 到底我们信仰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祂是听谁的祷告 祂做怎么样的事情呢 祂当然是我们的天父 祂也是那位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 祂是天天与我们同在的圣灵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 但祂一定会照我们的祷告成就 你知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好希望这样 后来我就发觉 这个想法太简单了 那个是给小孩子才想的 大人就不应该这样想 哪里有你每一次祷告神都成就 祂就一定不是个好神 祂就不是一个好神 我们的信仰的这位上帝 我们有这个特权吗 我们有犯法却不被抓到的隐形斗篷吗 我很高兴我们教会里面都会摇头 我想今天我们来到哥罗西书的这一段 这一段 保罗要解开这个问题 解开这个问题 由于他不是用简单的方式来回答的 所以我也只能用不简单的方式来 说明这一段的圣经 哥罗西书是第一世纪保罗写给小亚西 就是现在如果你懂地图的话 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哥罗西教会的书信 第一世纪的 事实上保罗并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 这个教会是由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 而这个教会的会有大部分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指的那个传统 那个有血统 或者他们信仰犹太教的人 他们这些人后来在 哥罗西这个地方 他们已经信主了 但是他们受到当时的文化 很多的影响 所以他们的生活跟基督信仰 所应该有的样子就有差距 因此保罗写信给他们 盼望他们能够活出基督族的样式 那今天我们的状况和环境 竟然跟2000年前那个时候 很多类似的地方 我们就是所谓的外邦人 我看你就知道你不是犹太人 第一个有皮肤的问题 第二个你的鼻子不够大 我们这里比较有资格的是 这个鼻什么邦啊你那个 肉鼻邦 因为他鼻子比较大 你们知道人家开犹太人玩笑说什么 他们什么都要多要 所以他们鼻子特别大 因为这样吸到更多的空气 他们什么都要比别人多 我们血统上我们不是犹太人 而且我们受到了20世纪 21世纪人本主义 以及社会败坏风气的影响 刚刚在来的路上 邱华还问我说 她说我们的主族崇拜 聚会10点会不会太早 因为现在很多人要睡到12点 她说会不会我们应该要开到下午去 这样更多人方便来聚会 我也在想这样 是不是要这样 因为我们太早了 很多人我跟人家讲说 来我们教会聚会好不好 她说几点 10点 我才刚刚睡没多久 他们都要参加下午的聚会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风气渐渐的在转变 即使相信了耶稣基督 也有很多需要面对跟调整的地方 对于我们而言 这段时间我们读哥罗西书 相信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在哥罗西书一开始保罗就问安 而且告诉他们 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相信 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以及把福音传开来 而到了二章的一到五节 保罗就提到基督徒到底为何而活呢 到底为何而活呢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重视这个概念 我年纪越大我越重视这个概念 因为到最后信仰如果不行出来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那我们也可以去研究理学 这个中华文化的理学 我们也可以研究儒家的学问 我还可以跟各位介绍 我告诉你 你最好研究佛家的 那还更好 还更深 还更看得透 因此基督信仰 如果我们只是保留在脑子里面 其实不是我们信仰所要的 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一到五节 保罗就提到说 基督徒到底为何而活呢 如果把那段读清楚了 准确来说 读完了之后 我们的问题就改说 为谁而活 不是为何而活 因为我们基督徒 并不是为了要成就什么事而活的 说成就伟大的事业 盖了一个万里长城 对不对 或者是打下了乌克兰 对不对 或者是乌克兰反噬 把这个俄罗斯打败了 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也不是为了自己要有怎么样的享受而活的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是 为神 为别人而活 为神 为别人而活 那有的人会说 我们应该只是为神而活吧 没错 你精准的说 可以说是为神而活 精准的说 可是你怎么样活出来呢 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要为人而活呢 事实上 应该是这样的 为神而活 那你就要问神说 那你要我怎么为你而活吗 对不对 我们为神而活吗 那你就问说 那神 你要我怎么为你而活 我告诉你 最后神会告诉你说 你为别人活 因此为人而活 虽然不是直接的 却是最主要的嘛 你问神说 我为你而活 那你要我怎么样为你而活呢 他就会告诉你 为别人活 为你老婆活 为你先生活 为你儿女活 为你父母活 为你的同事活 为你的朋友活 为这个世界活 那我这样讲 绝对是有圣经根据的 你放心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 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为神而活很简单 为人而活很困难 对吗 为神而活很简单 为神而活 为神而吃 为神而享受 为神而旅游 那都是我 那为神而活 如果想到为人而活 压力就很大 你看到别人 你怎么办呢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算是为神而活呢 简单来讲 当我们成为神而旅之后 他除了要我们 自我有成长 自我有成长 成长之后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人而活 因此 当一个人 不再为人而活 不肯为人而活的基督徒 会越来越狭窄 会越来越武断 会越来越精于计算 你知道要为人而活 就不太能计算 要为人而活 都有什么好计算的 所以为人而活 是我们整个信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简单用属灵的话讲 就是使别人和我们 一样能同得福音 同得生命成长的好处 我现在只是把它用 基督教的语言 跟非基督教的语言 来描述 用基督教的语言 听起来文周周的 而且事实上在操作上面 有空间 可是如果你用个 一般人讲的话 你就很难有操作的空间 其实基督徒我就是问你 你愿意为别人而活吗 当然你会说 那这样跟神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跟我弄 这种神学的东西 因为你不肯为别人而活 那你就对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 那我要接下去来讲 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 那我们个人的生命 要怎么样的能够生根 以至于愿意为别人而活呢 我们就如何可以参与在群体生活 在群体生活的建造当中呢 那这一大段 要从哥罗西书的二章六节七节着手 二章的六节七节 是整本哥罗西书的重心 所以今天只有两节 两节你们就高兴了对吗 不会太复杂 就两节 两节 是整本哥罗西书的重心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 预备 请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增长了 我再念一遍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标题 就是生命的得着和活出生活的原则 我自己在神学院教书 我们教的东西都很深 很深 然后要告诉你 第几世纪 某个人说了什么话 奠定了圣经的某处的经文 它之后就没有改变 当然后来经过几百年 又被另外一个人推翻说 那个圣经这样解释不够好 要这样解释 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那个是给牧师学的 那个是给讲道的人学的 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生命的得着和活出生活的原则 是什么呢 那就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主基督耶稣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那这段文字啊 就是我们今天全部讲的东西啊 是用半文言的方式写的 对吗 半文言 它不是文言 但它也不是白话 而且它是一百年前的翻译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 非常的现代化跟口语化 请你们看着 我念现代化跟口语化的 翻译给你们听 他说既然你们已经 坚定地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应当持续地在生活中 表现出他的生命 照着神的话语 照着神的话语 一而再再而三地活出来 你们就会有了经验 信心更为踏实 就能常常感恩了 在这一个经文当中呢 因为翻译的问题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是放在 在它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你要知道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 都是那些非常厉害的人 他们要精通希腊文 还有各国的语言 他们合在一起 然后翻成中文 可是翻成中文 又要有信 又要雅 又要答 对吗 所以如果你说 先把那个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搬到前面去 它就念起来怪怪的 不过在逻辑上面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是在前面 对吗 各位中文稍微好一点的 对吗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在它里面生根建造 心心坚固 所以我再把它念一遍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这里面有几个实态 没有表明出来 因此我们就简单的这样 你不能说错 因为我们中文不太用实态 不然的话就会很拗口 对不对 很多的现在 过去或者继续中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话说说 他们正在恋爱ing 他们恋爱ing 有没有 听懂吗 你们不要搞得一副 你们都很老的样子 要跟上时代 人家现在都讲说 就说 就说什么 不是恋爱ing 你不能老是讲一样的东西 要讲一样的新的 你说彩虹昌门 为什么讲门呢 就是老是跟他一样的人 对不对 其实门就加S的意思 对不对 这是英文的表达 因为这个缘故 我再念一遍给你们听 我们才会知道说 不是像我们表面想的这样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既然 你要看那个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看那个 既然你们已经坚定 这个都没有出现的字 既然你们已经坚定的 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应当持续的 在生活中 表现出他的生命 照着神的话语 一而再 再而三的活出来 有了经验 信心更为踏实 就能常常感恩了 所以我要从这个地方 来看我们要讲的生命的得着 和活出生活的原则 我自己真的相信 你今天听懂了以后 你应该心里很笃定了 因为你可以找到 你在那个地图上面的位置 我在这里 你们用 如果你们自己开车的人 会用Google Map 或者是其他的导航系统 对不对 你如果自己开车 你常常会做这个动作 大家都这样 就是在开车当中 你会一直动 一直动 一直动 一碰到红灯 你就要一直动 一直动 为什么 因为你要看它怎么开 然后你就去开 其实你是照着那个开的 可是你为什么 一直动那个荧幕呢 是你要知道说 大概到哪里会转弯 还有多远 是不是 那今天 如果你 如果我讲得清楚 如果你听得明白 你大概会知道 你在什么地方 这样高兴不高兴 当然高兴 因为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而且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多好 好 我们要讲第一 个人生命的得着 需要内在的理智跟意志 个人生命的得着 需要内在的理智跟意志 再讲具体点 我个人生命的得着 需要内在的理智和意志 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讲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 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这原来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 其实它前面是叫做前提 后面是叫做结果 前面是前提 后面是结果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只是就这个句子的表面意义来领受 会以为这个是必然的 我们会这样 我们会这样念 因为我们有时候念书 念很快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会遵他而行 没有 不是会 就能遵他而行也不对 是就当遵他而行 那这一个字 天差地别 后面那个是一个结果 但是又开启了下一个旅程的起点 好 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觉得说 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我就会遵他而行 我们把事情看太简单了 无论理论也好 实际也好 我们信仰好像都没有那么简单 对吗 对吗 有多少人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一时之后过了 这个受了洗礼 这个我们的这个 长老最喜欢叫人家受洗 对不对 你信不久 他就跟你说 要不要受洗 要不要整天逼着我们受洗 你洗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能遵他而行了吗 你们还摇头 那何必急呢 对不对 就会遵他而行了吗 也不会啊 就什么 当遵他而行 所以会遵他而行 这件事情不是结果 不是必然的结果 它只是产生了一个条件 或者它就产生了一个状态 有多少人是接受了主耶稣 一时之后 后来就接受了洗礼 他们就能遵他而行呢 我告诉你没有 都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要说我们看不到周遭的人 信耶稣之后的表现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些信主 多年的做同工的 甚至做长老牧师的 接受了主耶稣 基督没问题 受洗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告诉你小弟我 受洗超过五十年了 而且我是清楚得救的 才受洗的 五十年了 我里面就遵他而行了吗 你还真摇头 你真是害死 害我觉得很没面子 不过你的摇头是对的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就能遵他而行 我不是那种生而知之的 我可能是学而知之的 甚至我是困而知之的 我是要碰到很多的困难 我才愿意的 你想想看 如果连我啦 光州长老啦 这种顺之长老 这种你知道我们信耶稣都是多少年 然后我们还是立志要做教会的同工 还一直服侍别人 我们都还差距这么大 这句话如果用在各位身上 就强人所难 就强人所难 因此 因此 如果只是照这一节的字面意义 简单快速的去理解 你要么觉得自己很亏欠 要么你就对圣经的描述 就产生了怀疑 对吗 因为怎么会呢 其实是我们没有念好 或者我们不确定了解 其实这一段要 这一节经历分为上段下段 上段是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这解释是既然你们已经 注意听 已经还要加上坚定的 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我们至少还加上已经坚定 甚至我们应该说 是已经再三反复的确定 换句话说这里的接受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描述 但它是一个结果性的描述 听懂简单的描述吗 但它是一个结果性的描述 结果性就是说你终于确定了 你终于接受了 你终于接受了 更是经过反复验证之后的结果 这种反复验证 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 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 都会有情绪上的反复 你有没有 你没有啊 那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还没碰过这种人 我们接受了主耶稣 我们会有反复的情绪 思想经验矛盾的过程 很少人 一有人听到介绍耶稣基督 他就说我也要 我愿意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之后 然后他就没有怀疑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 但是很少 一般而言 我们会觉得这个信仰很好 耶稣基督这么爱我 我虽然有罪 他竟然愿意赦免我 我当然要 加上他的 如果你了解 他是全知全能 那信他有百利而无一害 谁不要呢 特别当一个人走投无路 或者他正好需要外力大大帮忙 又知道只要认罪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他一定会赦免 怎么算都合算 你只要稍微用一点脑筋 怎么算都合算 一定会接受主耶稣基督的 不是这样吗 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 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发觉 好像没那么简单 好像没那么简单 不仅我们不太能够 真的相信他 依靠他 我们不能真的 至少我是 我不能 我不能真的相信他 依靠他 而且他也没有像别人 讲的那样好不好 说我们祷告他就垂听 他就成就 就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 没有啊 你有吗 没有啊 你的孩子生下来都很顺利吗 你两夫妻感情好到不行吗 从信耶稣开始 你们两个就都没有吵过架 哇 从此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 我们不相信 我到现在还跟我太太 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虽然我们真的还蛮彼此相爱的 于是我们就会怀疑 就会反复 就会想说 这个信仰到底说的是什么啊 请问你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不是啊 是啊 我告诉你 我恭喜你 如果你跟我一样 或者跟绝大多数人一样 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 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一信主 他信心就坚定不移 顺境逆境都会感恩 即使遇到重大的需要 祷告神没垂听 他都坚信不移 这个人反而有可能是理智不清 没有什么自我意志的人 我可以用一种字来 一种词来描述他 我们可以用盲虫来描述他 他是盲虫 对不起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我也要恭喜你 因为你盲虫 虫对了 你盲虫虫对了 这个没有不好 这个没有不好 因为你说我盲虫 你知道盲虫没有不好 如果你正好盲虫到对的人 或做出对的事 其实也很省事不是吗 我信主很多年之后 我真希望我盲虫 我真希望我没有理智 我没有意志 我真希望这样 问题是我就不是这种人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如果你是 你真的要感谢主 所以我这个人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对不对 我就是一信我就没有问题 他怎么说我怎么做 我没办法 我是真的没办法 就会很痛苦 很痛苦 一般而言 我们都是有理智和意志的人 一个人只要有理智 他就会思想 分析 比较 怀疑 求证 对吗 因为你有理智 一个人只要有意志 他就会犹豫 你说 犹豫的人有意志吗 没有意志的人都不会犹豫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不需要意志 你有意志的人 你一定会犹豫 你一定会退缩 你一定会立志 你一定会矛盾 人之异于禽兽则几息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智和意志 以前一个哲学 我们学很多的哲学 我读很多哲学的书 有一位姓乌的台大的教授 我读了他很多的书 理智跟意志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接受主耶稣 一方面一定有一个开始的点 但另外一方面会随着时间跟环境的移动 我们会一直反复 一直比较 一直思考 一直怀疑 然后立志 重新确定 又产生矛盾 所以我们说 个人理智 个人生命的得着 需要内在的理智和意志 需要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一直在那里反复 我告诉你 我感谢主 因为你只有这样才可以越挖越深 越来越稳定 越来越稳定 所以我有时候对于那个基督徒 运气很好 我稍微用这个词了 运气很好 或者他会讲出那个很属灵的话说 上帝特别恩待我 在这个阶段 我没有说以后的阶段 我说这个阶段 我觉得你是AQ了 你是AQ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我11岁就信主受洗 那个时候我稍微了解基督的信仰和内容 以及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 随着我自己的求学跟成长 我理智跟意志反复的进行 有的时候理智想不通 我就咬着牙靠着立志走一段 就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得走一段 这样 后来又想通了 想通了又高高兴进的走一段 所以这个信仰的路其实是很坎坷的 对我而言 后来大概到了16岁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确定 后来一直到32岁上帝让我做了传道人 那是我最大最喜乐的事情 在32岁做了传道人之后的十几年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只要有一天我确定我信仰走错了 我绝对不会继续留在信仰的里面 我一定要出去 一直到我50岁 50多岁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就知道我是一个理智跟意志很强的人 我一旦发觉这个信仰是错的 我回头就走 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 但感谢主 我全时间服侍已经 现在超过30年了 我是越走越有把握 我越走越坚定 但是我是有理智思辨的坚定 是有意志为前提的坚定 你现在问我说 那我现在如果发现它不是真的 我会不会走呢 我还是会走 但是那个几率已经不太高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已经走了30年了 40年了 50年了 我觉得应该我过去的理智跟意志的思辨 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我为了这个信仰 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宗教信仰都研究到某种深度了 某种深度了 所以个人生命的得到是需要理智跟意志的 没有人可以不需要理智跟意志 这也是保罗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一个精致的解释 虽然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是这一句话 可是我们得到的是 你一定要有理智跟意志 当然我再说 你不一定要像我这么辛苦 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我想的事情 我会反复想 有时候秋华跟我在一起 他就觉得他好累 一定要让我问他这个 问他那个 说这个那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 那那个人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做 他就说你干嘛这么复杂 不是我想复杂的 我们每个脑子长得不一样 对吗 可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的 你知道我也是走得很坚决到后来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已经有理智了 我们已经有意志了 而且我们已经决定接受主基督 这是 ongoing的问题 这是继续持续 那就来到第二点 那就是外在生活的表现 有赖恒切的活在基督里 恒切的活在基督里 外在生活的表现 一个是内在生命的得着 一个是外在生活的表现 就有赖恒切的活在基督里 我们还是要回来看 这一节的经文 就是上一节的下半段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 基督耶稣就当尊他而行 这个当尊他而行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尊他而行呢 它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前面是前提 后面就产生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就应该尊他而行 那就当尊他而行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它说得更白话一点 那就是就应当 不是就自然而然 不是就自然而然 是就应当 就应当持续的在生活中 表现出他的生命 就当持续的在生活当中 表现出他的生命 这里有在生活中和在他的生命 两部分 谁的生活中呢 我的生活中 你的生活中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表现出他的生命 那么我们再把它讲得 更精准一点点 那就是当我们透过 理智意志反复再三 确定了我要继续持续 不断的 虽然我有矛盾 可是我愿意持续 不断的接受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应该在个人 每天的生活当中 表现出有基督生命的样子 会不会很复杂 可是我知道 我告诉各位 当你这样想以后 你就会活得比较踏实 我不会要求你这样 因为我们在一个过程中 我是属于比较老的基督徒 我讲老的基督徒 是因为我已经信主五十年了 当然可能有人比我更久 可是我是非常认真的 在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已经四十年 我已经超过四十年 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认真的并不代表 我每个决定都是对的 准确来说 我失败的记录 比正确的记录还多 可是我是弃而不舍的 打死还要站起来的 来接受这个信仰 因为这个缘故 尊他而行 对我而言 就是我应该怎么样的 把他活出来 活出来 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 你不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 ANS礼拜堂 或者你去哪个教会 你不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 你也不是用宗教的信条 来规范你的生活 问说 那如果加入本教会的话 是不是一定要十分之一 如果不用十分之一奉献 我是不是就不可以来呢 或者是不是来这个本堂呢 就一定要参加主日崇拜 一个月没有来过两次的 就把你开除籍呢 我们是不是过这种生活呢 我们是不是过这种生活呢 这个应该到底是什么 我们更不是用大声的口号来壮胆 听个懂吗 很多基督徒是大声口号来壮胆的 就是宣告对不对 我没有说宣告一定不对 我只是说 如果你宣告只是 黑夜里面吹着口哨 那就不用宣告了 我还不如你花时间去思想 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其实我们是让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成长 让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成长 用祂的生命 用祂的思想 用祂的表现来 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 换句话说 我们是跟神有互动的 我们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 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 透过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从来不用愚民政策 我告诉各位 从来不用愚民政策 昨天秋华还在跟我开玩笑 他说有的人 一碰到事情就是主耶稣 我们有说这样一定不对 如果他是想过了 喊主耶稣那没问题 如果只是口头禅 那有问题 他只是一个心里的依靠 他并没有想过 我们其实是与祂不断的对话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用来决定我们应当怎么样思想 怎么样行动 怎么样生活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会不会很难理解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难理解 事实上我们一弄清楚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 那是我们的模式 什么模式呢 就是我们愿意跟他对话 我知道大家都说要祷告 对不对 我也一直说要祷告 我一直说 可是我比较不太用这个词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祷告已经变成一个 一个自视的 我们的思路 就是说祷告就是 我要眼睛闭起来 然后我要这样 或者我要讲什么话 一定要讲亲爱的主耶稣 如果今天忘了讲亲爱的 只讲主耶稣 他就心里不安 对不对 你们知道有些人到过我家吃饭 我们到过我们家吃饭 因为大家在一起吃饭 都是不准时的 因为有的人要上班 有的人下班 有的人找到 有的人晚到 有的人爱讲话就早点来 对不对 有的人就是会很晚到 那么我们为了让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是有参加谢饭祷告 所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 永远都是最后一个人到 之后才谢饭 刚刚来我们家吃饭的人 都不安 你知道吗 吃饭了 我说开始吧 吃了 他们就说 李长老不祷告吗 我说谁还没来 他说那我们就这样吃了吗 我说吃啊 他说他吃了很不安你知道吗 还有人吃以前 他就先默默做个祷告主啊 赦免我 我们没有祷告 现在要吃饭了 我猜有的人这样 后来的人都习惯了 来我们家 吃 等最后一个到了 都到齐了对不对 我说来 我们现在开始祷告 你说那我前面吃的呢 你就用溯极寄网的方式就好了嘛 你祷告就会溯极寄网啊 还是你要当成一个形式 你要当成一个形式 到底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是形式 还是真实 当然另外一个解决方式是 第一个人来 我们三个人 比如八个人要来吃饭 三个人到中 我们祷告 然后 延到后面每个人来 都不用祷告 我帮你祷告完了嘛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嘛 是不是 那你可以either all 或者每一个人来自己祷告也可以 但总之这个祷告 必须是真实的 所以我不太喜欢鼓励别人说 你要祷告 我不太鼓励别人 是因为我以为 我不要它造成一个错误的观念说 我祷告了 就产生作用了 所以就是那个祷告的力量 我祷告的力量不是神的恩典 这样明白吗 当然这个每个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啰嗦的人 我这个很复杂的人 我要你祷告的时候是真的在祷告 我不要你没有在祷告 而祷告 这样 你就会以为 上帝都不听我祷告 其实是你根本没有祷告 或者上帝本来就没有认为 你在跟他说话 上帝没有认为你在跟他说话 当然他就没有做你要的事情 虽然你那个事情 他是想帮你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有时候你不祷告 上帝也做那件事对吧 我们现在才有 还有早上起来说 主啊 请你让太阳从东边出来 没有啊 上帝不是叫太阳从东边出来吗 每天都叫他从东边出来啊 没有意思是从西边出来嘛 对不对 你们搞不清楚太阳从东边出来 是上帝做的吗 那不然是你做的吗 那不然是大自然的结果吗 那大自然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如果你想清楚了 你就知道上帝做很多的事情 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来的 而是因为他想做那件事情 因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这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 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人生命成长的过程 过去我们是因为 有人用看得见的影像 以及听得见的声音 从外面来影响我们 对吗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其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祂是准备用一个 不一定能看得见的影像 以及我们不一定听到 就能明白的声音 要来改变跟塑造 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我的讲话 法律系的可以吗 很精准 因此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天线拉起来 把你的天线拉起来 你常常把天线关着 我这样拉是 我们古代的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你把你的天线收起来 其实你很难 很精确 昨天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 一来就说 你们家的那个Wi-Fi连一下 一连 他就说好快 对吧 因为用Wi-Fi就很快 如果你用你的四G 甚至你走到某个地方 就变成三G了 对不对 它就会有那个角落的影响 天线打开来 亲爱的A&S的弟兄姐妹 请把你的天线打开来 我最常 我每天最常 最常用的对话 我讲这些东西 就真的把我整个的生命 都暴露给你们看 我每天最常问的一句话 就是跟神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每天最常问的一句话是 跟神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你有什么意思 或者我问我自己 你在哪里 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是我最常做的事情 虽然我跟别人很多的交往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My best friend 真的是Jesus Christ 这是一个习惯 你慢慢的就会 当然我这样已经弄了十几二十年了 我常常问说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然后我说 我为什么这样讲 我为什么这样做 我为什么这样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 比如我看到一个人 我是真的不开玩笑跟你们说 有上过我很多的课了 我真的比如说 刚刚碰到这个 非方 看到他在那边 没唱识啊什么什么的时候呢 我就会 看到他有一些表情 我不好意思去问他嘛 你不能碰到人老是问人家的事情 对不对 我就会跟神说 他怎么了 他为什么今天是这样呢 我常常问这个话 我常常跟神说话 因为这个缘故 外面到底活出什么样子呢 其实是我们里面是活在什么样子 你要知道里面活在里面什么样子呢 你外面就会表达出来 好 如果你有在外国生活过的经验 生活过不是旅游啊 你在外国有生活过的经验 你就很容易理解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生在台湾 长在台湾 吃的 说的 看的 都受到环境的影响 因此我们都受到环境的影响 一旦你到了国外 稍微长期的生活 你会不习惯 去玩是没有关系啦 随便吃一顿就好了嘛 对不对 如果天天让你吃那个 你受得了吗 那为什么他们受得了呢 为什么我就受不了了呢 我们会不仅吃的不习惯 看到的建筑物不习惯 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而且他们的文化很难接受 我告诉各位 他们的文化很难接受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 我们都很难接受 因为我们是过的台湾的文化 你现在要是把我们的照片照出去 全世界笑死了 除了中国大陆不笑我们以外 笑死了 哪有像你们这样的 然后我们学校 欧华神学院 过去几天有毕业典礼 你知道那些操作器材的 西班牙人 都觉得你们中国人 跟他们观念里面 你们中国人神经病 我们这里已经规定了 不要戴口罩了 你们全部人戴 连那个院长在受学位的时候 全程戴着口罩 你猜怎么样 结果我们院长又确诊了 今天早上告诉我 他确诊了 他戴着口罩也确诊 那西方人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反正迟早你要确诊的 因为我们这里覆盖率 不是疫苗覆盖率 你知道吗 是确诊覆盖率 已经达到某一个情况了 所以你不可能不得 就是他们的讲法 你能接受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理论上能接受 因为我在跟你解释 对不对 你到西班牙去生活看看 你吓死的 你到美国去生活看看 他们那个吃饭 那个讲话 那个动作 他们还50万人大游行 你敢参加 那他就是因为要把覆盖率提高 那这样比较快 那不知道怎么办呢 可是我们不习惯 我们不习惯 如果你一旦移民在那边生了孩子 或者你在那边工作 读书生了孩子 你会更奇怪 为什么 因为孩子他们怎么就那么自然而然的 接受那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思想 跟环境呢 反而你的儿女产生很大的矛盾 因为他在那边出生的 他就同时接受了两个影响 跟两种文化 他在那当中会做出矛盾跟抉择 注意听 他在那里面会做出矛盾跟抉择 他会选这个 选这个 如果他们在那里出生 自然而然一定会接受那个环境的 如果他们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是30岁才过去 我告诉你 你就很难再接受一个 新的思想跟生活方式 除非你非常非常刻意的愿意 放弃原有的习惯和经验 去接受一个新的环境和文化 因此我常常劝人家说 早点信耶稣 我知道讲这句话也白讲 可是我总是这样讲 的缘故是你越晚信 你前面的那段时间越长 你要拿掉的东西就越慢 我因为常常帮别人证婚 然后每次在结婚前的最后一次 我就问他们说 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的 你现在告诉他 还没有结婚 你现在告诉他 这样 然后呢 希望他能够知道 然后那我也跟他说 他们都回去先预备了一个礼拜 我在跟他说 光州你现在要不要告诉贝加 你最希望他改的部分 然后光州就很认真的预备了一个礼拜 就来说 贝加我希望你 万一我们结婚了 因为还没结婚 还有几天 我希望你这样 这样 然后他讲得很认真 贝加就说 我哪里有这样 我没有这样 那是你讲的 光州说有 不然你问李哥 我当然不能卷进去 对不对 我卷进去我就惨了 对不对 然后讲完了 我就贝加在那里讲讲光州 然后他就说 光州我希望你这样 然后他们两个讲完 都很认真讲完 我就跟他们说 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的期望是很好的 但是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那你干嘛叫我讲 我说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 他是不会改的 而且会越老越严重 那他们说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有些人就脑筋很好 他就很挫折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 他也告诉你 他期望你改的 你到底愿不愿意改 他所期望的那一个 可是你就不要期望他改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对方 除了你自己愿意改变你自己以外 我说我要你告诉贝加 是让贝加他自己要不要改 而不是你的期望会不会成就 你的期望这辈子不用了 所以我告诉所有的结婚 很多年的人 我告诉你你放弃吧 你提早放弃 你提早得到自由 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跟你这样讲 但是对方有可能因为爱而改变 你听得懂吗 你告诉他只是你的期望 他能不能改变那是他的决心 OK 回到我们的信仰 因此耶稣基督期望我们改变 是他的期望 他从来不用强力的方式改变我们 他不用 除非你是个罪 他想要提醒你 你这个罪对你很严重 他会用一种方式以外 如果只是性格 他不会动你 没有一个人的性格 是不经过自己而会改变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 他就是这样讲 我们既然已经再三理智意志的运用 决定一直接受主耶稣基督 就应当想尽办法理解他的期望 在我们里面 然后活出他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 这个需要你再三努力 我这两三年没有出去 我六月就开始出去了 我们以后就会很少见面 我如果有机会 我会放一点影片回来给你们看 我们六月就出去了 之后我们就会 今年就大部分不在 因为这两三年不在 没有在外面跑 所以大部分是跟秋华在一起 其实我们是二十四小时在一起 几乎二十小时在一起 他出去一下子就回来 然后我出去一下子 所以我们过去这两年半 我们是全时间在一起 全时间在一起 我们有对彼此更多的认识 我在最后的一年 就最近的一年 最近的一年 我决定不改变他 我决定不改变他 这并不表示他对不对 他好不好 我没有说他好不好 对不对 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 或者准确说是我跟他不一样 对吗 我决定不再改变他 我只决定一件事情是 如果有生之年 我们两个还在一起 我愿意改变 你们等一下就可以去问他 他也没有觉得我比较爱他 因为是我决定要改变的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我跟神做一个祷告 我说我改变两年之后 他可以开始改变 这是我跟神祷告 两年 我告诉你两个月都很难 准确来说 两个礼拜你都受不了 而我下那一个决定 下了好几个月 而且我每天跟神吵架 为什么 凭什么我先改变 你不觉得我比他好吗 对不对 弄了半天 后来我就跟神说 那这样我改变一个月 他就开始启动 我怎么跟神谈 神都不肯 后来我就跟神说 两年你可以吗 我就跟神谈 两年 我先改变两年 我不改变他 可以吗 我觉得神好像隐隐约约的 跟我讲三年 可是我就铁了心说两年 这样 可是很奇妙的事情 当我愿意做这个改变以后 我觉得秋华没有两三个月 就开始大幅度的改变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这还问他 这种事情太敏感 问了又会破功 对不对 所以我也没有多问 但是如果我们外在的生活 个人的生命内在的需要 需要理智跟意志一直去处理 那么我们外在生活的表现 就要恒切的自己活在基督里 而不是自然而然活在基督里 这个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第三 第三 我们来到第三个就是 那二章七节以后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要反复遵行神的话语 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 现在已经踏上了这条路 对不对 然后我们怎么样才可以 一直往前走呢 那就是反复遵行神的话语 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固 来我们再来念 现在我们比较懂这个经文了 对不对 现在念起来就很顺了 因为过了一半就很容易了 通常都是这样 一过一半就容易了 我们来念一遍 一遍 请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增长了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应该是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感谢的心就增长了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的白话文 就第七节就是那么 那么就跟着前面来的 当我们说我要遵他而行 当我们说好 我愿意让他活在我里面 我愿意常常跟他聊天 常常跟他交通 我常常把我事情告诉他 注意听老师告诉他 不是命令他 不是强制他 我可以告诉你 上帝完全不是有人强制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最后决定先放弃的 就是我每次说服他 说服了很久 我都发觉他不听我的 万一不小心 我认为他听我的 其实是他本来就要那样做 可是给我一个误解 是他可以被强迫的 我告诉各位 神不受强迫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常用宣告的缘故 因为我宣告的结果 好像他必须照样做 我捆绑你 所以我们有时候捆绑 撒旦魔鬼倒过来 又捆绑上帝 就你必须这样做 我告诉各位 神不接受这个威胁的 神不接受威胁的 因此之故 我们就跟他沟通 跟他讲我要怎么样 可以不可以这样 可不可以那样 你知道我等到 这个东西一明白之后 我读圣经 我突然发现 那些属灵的伟人 他都是困而知之 然后他就学了会 他就往前走 他就往前走 好 这里面提到说 照着神的话语 第七节了 照着神的话语 一而再再而三地活出来 有了经验 信心更加踏实 就能常常感恩了 好 这里面前面 还是一个过程 就是如果我们 照所领的教训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那么结果就是感谢的心 所以感谢永远是 最后会跑出来的东西 耶稣 他什么 常常祷告 那句话什么 对 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是谢恩 谢恩永远是结果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他说 保罗的意思说 当一个人照着神的话 一而再再而三地活出来 他就会产生经验 然后经验加上经验 就会很有把握 之后我们就更有信心 我前几天还碰到红仓 我还跟他讲 我说年纪这么大了 别跑全马 我跟他讲 你别跑全马 而且还用主日崇拜的时间 就跑全马 简直太不爱主了 我完全不会这样想 我完全 我真的不会这样想 跑全马 用主日崇拜的时间 有什么关系 比那些人来这里 心里面一直想着邪恶的事情 你还不如去跑全马呢 那我问他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怎么可能跑全马 他看起来也没有我年轻 他只不过看起来比我帅 对不对 他为什么还要跑全马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跑 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我只能用跑千公尺计算 而且我用跑千公尺 我都气到不行 我是不能跑三千 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就不能跑五千 我每次都跑最后 后来班长就说 你别跑了 就这样 因为你每次跑最后 然后跑回来 就搞得要死的样子 这样子 他就说你别跑了 我只能跑千公尺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 快要六十岁的人 可以跑全马 他就告诉我说 他快要六十啊 你以为他四十二吗 我说你怎么跑得完 他那天简单的跟我讲 其实他就是很简单的跟我讲 就是说跑全马的时候 或是跑跑步的时候 他想什么 然后他就说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我花更多时间安静 他说其实跑步也可以安静 我心里想说 跑步怎么会安静呢 跑步就一直想很恨 很恨 对不对 很生气 还有几公里 对不对 现在配数对不对 但是他们跑的人 他们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 其实一模一样 就是性情 那个性情其实是一点点 说我可以跑五公里吗 开始跑七马 然后就跑十公里 对不对 然后跑半马 然后跑全马 然后跑到后来 有时候跑不完 对不对 就说那我现在改进改进 如果跑不完全马 应该怎么办 最后决定 还是跑全马 然后又再去跑 对不对 跑下去说 那这样的话 我前面可能配数 会有点问题 或者我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 或者我怎么样 他会一直计算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以为 一信耶稣 就会有信心 好像信心 是相信耶稣 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 这种想法 是不正确的 我负责 讲这句话 这种信心 是不正确的 信心是经验的累积 是我们从相信神 最简单的话语 着手 照着遵行 产生结果 形成经验 就会对神 其他的话语 有把握 重复的 反复的进行 我们就会对神 越来越有把握 也有越来越 敢去接受 看起来不可能 成就的神的话语 于是我们又产生 新的经验 新的成功经验 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语是可信的 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这样一口气讲完了 因此性情是经验来的 亚伯拉罕是这样 亚伯拉罕听神的话 他就顺利一点点 他不听神的话 他就碰到一件困难 以后他就说 真的可以那样吗 他又往前走 又往前走 最后神跟他说 那你把你的儿子献上来 他人问都不问 就直接去了 这样听得懂吗 没有人从难的开始找手的 都从简单开始找手的 我在教会里面 做过牧者 三十年 全时间的 我在神学院里面 做神学院的老师 十多年 如果加上我以前 在大学里面的教书 我也有二十多年 在大专院校教书的经验 我发觉弟兄姐妹 还有我的学生们 大致分成两种 就简单分成两种 我们这里都有好几个 在大学教书的教授 学生大概分成两种 一种是抱着愿意相信 愿意学习 愿意经验的学生 另外一种是抱着怀疑 倚靠自己过去原有的知识 用挑剔的心来面对 的学生 时间拉长来看 你很难说 哪一个比较会有成就 对吗 教授 你时间拉长来看 三十年之后 是很难 很难说 哪一种学生 会比较好 但是一般而言 愿意相信 愿意跟随 愿意经验 愿意询问的学生的学习 速度是比较快的 学习速度是比较快的 因为他愿意聆听 愿意接受 愿意尝试 如果愿意碰到困难 他愿意请教 愿意询问 分享经验 修正 继续前进 他学习一般而言比较快 后者的学生 他有大破大力的可能性 他有大破大力的可能性 Bill Gates 什么那几个 全世界的几个 最有钱的人 对不对 还有贵国 某个人 他的学历 也不是很高 对不对 后来听说 也不小心做过首富 是不是 他的学校 也听起来不太有名 是不是 这个并不是没有 但绝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会看到 那个找麻烦的 挑剔老师的 他通常会经验到 挫折 失望 愤怒 而学习不到新经验 当然 少数比例 他最后会很成功 因为他是在 抗衡当中 抵抗当中 长出来的 三十年的老牧者 不一定对 有学校教书 十几年的老师 也有错误的可能性 但是你们必须相信 我们有更多经验的累积 照着我们的方式去做 通常会比较顺利一点点 如果这样的老师 或这样的牧师 他能够寻行善诱 有骄无泪 那肯学习的学生 就学得比较快 我现在只是 把这个规则 跟你们讲一讲 其实是这样 是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是很正常的 一个人向别人学习 没有什么丢脸的事 有一天我们家要洗窗脸 同时要粉刷油漆 那他们竟然同一天要来 那我就说好啊 那粉刷就进来 就开始粉刷 那那个洗窗帘的那个人 是要把窗帘拿走 我就想说 少一个人进来 少一件事 因为他只要把窗帘拿走 那我就跟那个 刷油漆的说 我说我们两个帮他 把那个窗帘拿下来好不好 他就说好啊 结果我们上去拿那个窗帘 怎么拆都拆不下来 真的很好笑 拆个窗帘拆不下 你怎么弄出这一 这怎么拿下来呢 拿不下来 后来那个洗窗帘的师傅就进来了 我就跟他在门口 就跟他抱歉说 那你进来拿好 因为我爷爷跟他说 你就不用进来了 我帮你拆好 他说大队好了 那木子更好吗 那你也省事我也省事 我就说 后来我就说拆不下来 我说你进来 他说好 他一看他说 你们是没办法拆的 我们才能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 六角板手 插进去一转就开了 他弄完了之后 我跟那个尤其师傅说 这么简单早点说就好了 听得懂吗 这么简单早点说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早点说就好了吗 早点说就好了吗 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 诀窍在哪里 哪里那个窗帘拆不下来 就是缺一个六角板手 其实我们家也有 那个六角板手 只是我不知道 那个要用那一个 六角板手是L型的 有没有 它很多种规格 他还跟我讲说 这个规格特别细 你们家里有 也很难找到 他插进去 边讲的 弄弄弄 就整个拆掉 其实他如果不 我们根本看不到 那个洞 你知道吗 我们根本看不到 那个洞 因为他躲在后面 因为他让人家觉得 他那个很高级的 这个窗帘 其实我们何必那么辛苦呢 你跟着比较有经验的人走 不是很好吗 更何况真的 很少有人是天之隐物 抢记书传 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圣人 能人 为什么我们不跟别人学习呢 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呢 而且在这边 我们说到的是 耶稣基督的信仰 可能是我们过去 很少能够产生的经验 圣经所写的 是要让我们今天 遵行经验 产生信心的 我建议各位 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 就不要想太难的 一天一点点 一个月一点点 今年累月 我们的信心就增长了 因此 我其实不喜欢大家 去弄太难的经文 我真的不喜欢 大家弄太难的经文 我就觉得大家看了 就做就好了 看了就做 错了就说 都问哪里错了 问问别人 我这样做不对 那我去改 我跟各位讲 我们这个信仰 我们基督教信仰 是两千年以上 不包含旧约 如果从犹太教算下来 旧约的时间加上 就是好几千年 这两千年来 无论是对圣经的解释 无论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 已经有很多的误解 很多的失败 被整理出来 已经被历史历代的教会 删除 列在不必使用 不必适用的范围里面 可是人很奇怪 人非得自己撞 其实现在的教会界 可能包括我们教会在内 有些的观念 其实已经被教会历史证明 是不可行的 可是我们仍然 弃而不舍地努力地 想把那件事情做起来 其实那是不会成功的 短暂时间看到成功 将来也不可以的 我们何必重蹈覆辙 每一个错误 都要自己经历后 才确定呢 这样真的很可惜 也有可能我们花时间 永远找不到答案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照着神的话语 一而再而三地活出来 有了经验 有了经验 我们就会信心更加坚固 最后结束了 那就是 内在生命的丰盛 和外在生活的经验 就让我们常常感谢神 感谢神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常常感谢神的人 你可以检讨一下 你过去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会有意志跟 理智一直反复的产生矛盾 然后你就说 那我就简单的 照着神的话去做 真的是这样 原来神说 我愿意这样做 神就愿意给我那个 然后这怎么可能呢 我就做好了 真的是这样 然后你就越来越难的 学会了 然后慢慢慢慢 我们的生命 外在跟内在一致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 一定要告诉你说 呈现真实的自己 这是最困难的学习 但是这是最有效的学习 我再讲一遍 为什么我们教会 要呈现真实的自己呢 这是最困难的学习 但这是却最有效的学习 你只是 不要脸而已 你听得懂吗 你太要面子了 很难 其实人何必要面子呢 我今天早上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很多事情没搞清楚 我们以前学讲道的时候呢 都是碰到那厉害的老师 那厉害的老师都很凶 你知道像我这样 如果你们觉得我很凶 我是很不凶的 我人很好 你知道我们以前 教我们的老师都很凶 那我们很努力学习讲道 很努力很努力 我讲道了20年之后 有一次我的老师 进来 坐下来 我吓坏了 你知道吗 那个是我心目中 最觉得敬重的老师 我的讲道的功夫是他 很多是他教的 他坐下来之后 我看到他我就吓坏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老师 我说你在这里 我跟他说 你在这里我怎么讲道 对不对 你在这里我怎么讲道 我光看到你 我就不能讲道了 你在这里我怎么讲道 你知道那个老师 把脸一翻 他就跟我说 他说原来你是在怕我 他说原来你是怕我 他说你讲道怕人 怕我 因为我比你会讲 你就怕我 他说看起来 你这20年讲道 都没有怕过神 你听得懂吗 你这20年讲道 你都没有怕过神 他说神每一次都都在下面 你讲 只是怕看到我 你知不知道 耶稣每一次都听你讲道 哪一次你好好讲 哪一次你不好好讲 他都知道 而且他比我还更知道 你只是怕我 我从那时候以后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讲道不是讲给人听的 我是讲 神给我 要讲给我听的 然后呢 我跟你们分享 分享神告诉我的 我告诉你们 因此我讲道的时候 有的时候长 有的时候短 你们又发现 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 就要告诉你们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原来神不是 让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 让别人看我们 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是这样活的 所以我们还不到那个程度 也不用装的太多 那当然了 我没有要你完全不装 完全不装的话 你要吓死我们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装少一点 越装越少 越装越少 越真实地活出来 这是一个基督徒 活得最安全的环境 就是你放松 好好活出来 重点在回去跟神 有互动 所以不要外面装的 一副很那个的样子 我这里有 我特别找我两个好朋友 过来听讲道 我喜欢他们来听我讲道 因为他们两个都想得很深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 就很好玩 就什么都敢讲 你听得懂吗 然后讲出去以后 不行再回来吗 就大不了就是没讲对 没讲对很正常 你觉得我们能讲对多少 我从来不担心 人家说我讲得不好 我只是怕他误会了 其实我讲得蛮好 可是 我不会觉得我一定对 我怎么可能一定对呢 我就是现在是 全台湾最会讲道的人 两百年之后 应该全部被推搬掉了 听得懂我讲什么吗 因为上帝会让我们看见 更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以前没看见的 因此呈现真实的自己 是我们最要紧的 当我们呈现真实的自己之后 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感谢神 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 正如你们所谨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增长了 我以前 我以前 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些基督徒 都很阿Q 一天到晚都是感谢神 感谢神 或者说遇到顺利的时候 感谢神 看到神行神经的时候 感谢神 可甚至有些老基督徒 他不顺利的时候 他也感谢神 而且我发现他感谢神 好像是真的 他祷告不蒙垂听 他也感谢神 那到底有没有毛病啊 我这样想 可是这一段 真的是这样讲 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你们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他没有说事情成就 他只是说信心坚固 感谢的心就增长了 其实感谢的心 会增长是结果 会说感谢神不是口头禅 而是因为一而再 再而三的经验的神的大能 神的恩典 神奇妙的作为 超过我们所讲的 我们当然感谢神 过去一周 就过去这一周 过去这一周 我又一次被上帝吓到 就吓到 真的吓到了 他在乎好多的事 他在乎好多的事 他看顾好多的事 他保守好多的事 如果不是他保守 你真的就是 没办法收拾 在一切的事上 神默默的在那里 所以我现在终于 再次的确定 经验的累积 告诉我们 有的时候 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 神让我们经历的困境 更是他在我们身上 奇妙的恩典和带领 我再说一遍 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经历困境 更是神在我们身上 神要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经历到 他奇妙的恩典和带领 我们要结束了 我现在请你 为你所经历到的 最不顺利的事情 拿出来祷告好吗 然后我请求你 做一件事情 我知道不容易 你把那个困难 难处全部祷告完了 最后说三个字 主啊 感谢你 好不好 我们试试看 你觉得最不顺利的事情 你拿出来祷告 完了说主啊 我感谢你 然后我们用这个信心的跳跃 先把那个东西拿下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有一点点音乐给我们 然后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来祷告 每一个人都祷告 天父 我现在就把我自己 也是刚才我们 教会弟兄姐妹 或者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 所有他们个人 每一个人的问题 带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让我们经历你 照着你的旨意 不要照着我们的想法 我们好盼望我们的想法 跟你的旨意正好一样 但如果万一不同 照着你的旨意 让我们经历你 让我们在这件事上面经历你 享受你 享受你的恩典 我们现在提早就对你说 谢谢你 因为你竟然会这样做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现在要分散 等一下我们一起用餐 简单的餐点 等一下我们还有运动 还有各式的活动 求你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有同工们要去勘察场地 求你帮助他们在那边 让他们在那边做出最好的决定 给你带领我们一起去 我们为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 所有的人 所有的弟兄姐妹今天来的 今天没有来的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生命它不是一个点 信心它其实是一条一直延伸的线 一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提醒 责备 常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